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盆蝴蝶兰 现在它在底部的叶片呢 已经开始发黄了 那么蝴蝶兰叶片发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烂根引起的黄叶 那么烂根引起的黄叶 它这个叶片的会发黄下垂 还会有一些黄褐色的斑块 还有一个腐烂的症状 那么这就是因为烂根导致的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托盆 修根重新栽种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光照太强导致的 我们养蝴蝶兰应该都知道 蝴蝶兰它不洗强光 其实它比较赖阴的 那么我们养护的时候呢 就不能把它放在强光底下暴晒 很容易把它晒伤 晒出这种斑块出来 我们最好的就是把它放在光线稍微有点闪色光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或者是光线明亮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干旱引起的 蝴蝶兰它是比较喜欢这个湿润环境的 如果空气湿度特别低 或者是这个盆土特别的干旱 就很容易导致它叶片发黄 那么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呢 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 补充水分 然后呢 喷扫水物 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的就能够避免黄液的发生 如果它的叶片已经黄了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剪掉 其实这种黄液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蝴蝶兰为什么黄液 黄液呢 又应该如何处理的办法 我们下期再见